大家早 在现在早上的时候 有些地方还是在下雨 要提醒您雨区行车注意安全 不过今天会随着封面逐渐的远离 这降雨的状况来说 开始会逐渐的减少 有些地方甚至在中午以后 阳光就会开始逐渐的要露脸了 所以今天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个还是要带雨具 因为会下雨 有些地方震雨会明显 第二个渐渐的雨后转多云了 所以到了中午以后 有些地方阳光露脸跟昨天一样 你可是防晒工作不能少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的户外天气了 注意到降雨的状况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在飘点雨 雨量的部分来说并不多 倒是中部跟南部是多云 可是在这南部的屏东的山区部分 有一些对流云层在山区发展 所以山区的降雨形态来说 现在算是蛮明显的 要提醒山区的活动的话 开车要特别注意安全 还有会有一些雾的状况发生 而外岛地区呢 马祖金门跟澎湖 现在都是阴天 倒是天气状况来说呢 在外岛的马祖金门 跟北部地区的天气 倒是清晨有点偏凉 骑车要加件搏外套 好 来看看卫星云图 注意到卫星云图上 我们看到这一条就是封面云带了 封面云带的云层已经逐渐的难移了 而整个水汽的发展来说呢 昨天晚上有些云带进入台湾陆地之后呢 还是有些间歇性的争雨的状况 但是呢 比较强的对流现象来说呢 整个海面上部分来说 现在目前已经没有强的对流云层 但在进入陆地的时候 仍然有局部性发展的云层在山区的部分 所以倒要提醒您 在今天呢 山区活动的朋友 仍然要特别的注意 到了今天下午以后 封面的前半段将会逐渐的东移 而封面的后半段部分的水汽呢 会停留在大陆华南地区的位置 这就是告诉你 到了明天礼拜六 各地天气好 所以呢 到了天气形态来说呢 我们渐渐的今天是雨后转多云 明天呢 可就是阳光都要开始露脸了 阳光一露脸 温度马上就上升了 而且随着风向是东南风上来 在礼拜六出去游玩 天气还不错 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温度已经高到30度以上了 所以呢 就会有些塞巴侯的现象 在山区发生了 到了下礼拜一 礼拜二 都是偏向于午后正雨的天气 而到了下周三的时候呢 倒是北方有一道封面 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 北部地区就有些零星的短暂雨 那中南部呢 依旧是天气轻了 这样的天气 大约可以维持到下周四到下周五左右 那之后呢 要看这道封面有没有再度难移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温度状况了 在外岛地区的气温来白天的时候呢 已经有升到20度以上 但是呢 这天气状况在马祖还是偏凉 到了澎湖可就有在28度了 不过今天外岛 云量仍然偏多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北部在飘着雨 不过今天呢 大概中午以后 北部云层量会减少 高温部分会比昨天要高 大约在26度 昨天只有24哦 因为最主要东北风会减弱了 而中部地区呢 伴随着山区还是有些雷雨的现象要注意 中午高温29 接近30 南部可是要到30度哦 但是呢 要注意的是 中南部的紫外线在阳光出来的时候 会达到过量级 防晒不可少 但现在早上呢 有些云层进来 甚至山区部分的震雨或雷雨现象 就会比较明显 而在东半部地区呢 最主要偏向于零星的短暂震雨 来看看这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明天出去游玩 外出活动要防晒 高温部分都会在30度以上 母亲节快到了哦 请你带着妈妈出去走走 而到了礼拜天开始 一直到下周二 都是偏向于午后震雨 也就西巴侯的天气 西巴侯下午明显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哦 这中午之前高温可都是33度 32度 而到下周三到周五的时候呢 北部会飘点雨 12下雨 12晴 因为最主要呢 封面刚好到了台湾北部海面的位置 但没有南下 而倒是呢 中南部都是偏向于午后震雨的天气 所以我们的天气 明天就是天气晴朗了 小丁明给您个提醒 最主要呢 有震雨哦 还是要背着雨具出门 带阳光出来的时候 防晒不可少